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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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家当 截至1988年左右 来到奥姆神仙会富士山总部的出家教徒 总计有一百至二百人 在家修行的教徒则多达三千至四千人 成长幅度十分惊人 而在奥姆神仙会于1989年八月 在东京都取得宗教法人许可后 奥姆真理教又有迅速的成长 日奔邪教奥姆真理教 位于富士山脚下对教团不利者格杀勿论 随教徒逐年增加 教团开始把杀人行为当 成一种实践交易的正当行为 并称这种行为叫破网 扶1988年曾传出一名在修行中死亡的男性 其尸体遭烧毁的消息来 另一名知道此事后 想要溃教的教徒也惨遭杀害 教团开始出现 只要想对教团不利 都格杀勿论的扭曲思想 也是在约莫此时 奥姆真理教的诡异行为 受到日本社会关注 一名名为板本地的律师 在1989年中旬成立针对 奥姆真理教受害者的辩护团 被奥姆真理教视为眼中钉 而后在同年11月 教主马原命令早川纪代秀 中川智政等六名教团的核心干部 杀害板本律师一家 甚至连七一岁的幼子都不放过 手法十分残忍 一度企图参政 但权术落选 而从小梦想从政的麻原 为进一步扩大教团势力 于1990年初成立真理党 并参加众议员大选 不料25名参选的教团成员 权术落选 日本经济新闻称 这是麻原开始憎恶国家 立志颠覆政权 建立奥姆帝国的契机 奥姆真理教在那之后 不仅开始仿制枪械 还研究日后用来发动攻击事件的沙林毒气 及VX毒气等生物武器 麻原张广当年曾在电视上发表性宣言说 游学伴们发起的恐怖袭击 东京地铁杀林毒气事件 奥姆真理教的骨干成员 丰田亨 警上加号 林泰满 林玉夫等人 在1995年3月清晨上班的高峰时段 发动了日本犯罪史上最残忍的恐怖事件 东京地铁杀林毒气事件 他们在东京地下铁的五班列车上 同时散布杀林毒气 造成13人死亡 超过6300人轻重伤 翻看一些骨干教徒的履历可以发现 在东京地铁杀林毒气事件的实际执行人中 多数都拥有不错的学理 当时48岁的林玉夫 是庆宁大学医院部毕业的心脏外科专家 当时只有27岁的丰田亨 则是东京大学大学院地球物理系的博士生 此外 在制造毒气的成员中 图谷证实当时30岁曾在驻波大学大学院有基物理系就读 远腾诚一当时30岁也曾经在京都大学大学院医学系攻读博士课程 日本经济新闻的毛康秀术指出 社会精英参与恐怖袭击活动 并非没有源头可寻 当时奥姆真理教展开各种实质性活动的时期 正好是1985年左右起的十年时间 与日本泡沫经济萌芽 膨胀与破灭的时期相重点 在这一时期对自己的未来敏感的日本年轻人 面对政府定制的制度框架和现代科学的信赖出现了动摇 从而转向新的信仰 奥姆真理教残党分支 遍布日本全国曾被教徒以VX毒气暴富的 原奥姆真理教授 受害者协会的会长永刚洪星认为 日本在今后还有可能发生类似沙林毒气恐攻的事件 前外务省主任分析官 作家佐藤优也说现代社会最大的风险 即使人们心理上的弱点极空白 麻园于2000年被捕后 东京地方法院 虽命令奥姆真理教解散 但他们随后改成阿莱夫·奥勒夫 麻园在2006年9月被判死刑后 省右派领头省右十号 当人出走 成立新教团光之论 奥姆真理教的最新势力分布图 而据日本公安调查厅调查 2015年初后 阿莱夫教内部因意见对地 导致约30名教徒出走 在金泽市成立新团体活动 奥姆真理教解体后 后续的三个团体 在日本全国15个多道府县中 总计有34处据点 国内教徒约有1650人 据说其在俄罗斯也有数个据点 教徒约有460人 在麻园被执行死刑之后 其妻和子女均要求领取遗骨 但日本法务省担心麻园死后被再次神格化 因此一股仍被保管在东京居治所内 依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